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要感谢他们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 但是训练过他的一个澳洲的教练仍然说 说实际上他现在还不是他的最佳状态 你再看下一个照片 这个是有意思 前段时间网友刚刚说 要想中国足球队赢球 除非球场变成这样 但是话音未落 这个中国队还真是 东亚这个四国 对 至少没输 凭了两三场 最后澳大利亚还赢了一场 对 是的 没错 现在是亚军是吧 对 亚军 居然能得个亚军 这之前完全没想到 因为连泰国二线队都打不过 居然能够凭日本跟韩国 那么当然日本 那个你也可以说二线队 但真的是状态很不一样了 但是我记得那时候徐老师 在他这个微博微信里 说了一句说什么 说中国队这次提平了韩国 还是提平了日本 就是他就说跟中国的经济一样 叫什么来着 对 危机重重运气不错 你归咎于 就是你韩国那场 你不归咎于哀兵必胜吗 哪里哪里 看韩国那场吧 我其实上半场没看 我看的是中场回顾 看那回顾呢 你知道两国的国旗呢 韩国的是白色 中国是红色嘛 那厂商运动员呢 也是红色跟白色 我一开始呢误了 我以为红色的就是中国了 对 结果呢只看见上半场回顾 红色就不断打门 那白色呢全队没什么用 只有一个守门员非常好 他把那些就是非常难铺的球 都救出来了 然后你居然以为 我以为中国队很猛啊 结果到下半场再一看 哦原来搞错了 韩国队是红色的 中国队是白色的 那你看下半场啊 哎呦我跟你讲 那个心情啊 就是说你就盼着他快点结束吧 快点结束 因为眼看就不行 就被人挨着打挨着打 就是你真的想 哎呀快吹吧 快吹吧 惨不忍动 全场90分钟 中国队只射过一两次门 嗯 全部密集防守 对 其实手也守不住 韩国进了十几个 我听你这么说 那我们像意大利啊 对 像意大利 像意大利 对 这个说的 这个精神安慰法太多妙了 对 韩国是巴西 中国是意大利 没错没错 没错 我们铁统证 看完了以后 我就觉得跟中国的整个 大形势非常像 因为中国你想 现在外国人都关心 中国的经济 能不能硬会不会硬着陆啊 会不会崩溃 房价会不会泡沫 这个体制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讲了一大堆 分析了一大堆的议员 可是还运气好 什么都给他过来了 我就看看就是那场比赛 就是就是中国的 但你后来看了对澳洲那场嘛 澳洲那场我没看 我前一段时间已经跟自己 跟自己说了嘛 珍惜生命远离国族嘛 你们就自己打了自己多少次 我们好久不看了 而且都说这个看国族是自虐嘛 我已经自己跟自己说了很几次 所以这次韩国这次 我是看中产回放嘛 所以其实是 看错了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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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日本人 不是老喜欢有一套讲法 讲这个历史啊 说战后 说什么 他们当年侵入中国 讲这套东西 就自虐史观嘛 我觉得中国球迷呢 如果今天我们也老讲说 我们中国队本来很牛 那么现在只是差点运气啊 什么 这个其实也是这种自虐史观 千万不能够相信 这种错误的历史观 我看了 我没看澳洲那场 我觉得看了才能好判断 但我看了日本 韩国 我觉得运气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呢 坦白讲 我觉得 适切还是挺好 就是说你比起对泰国 因为泰国那场 后来网上看回放 差很远 因为对泰国那场呢 你觉得是输了一两球之后 就崩盘了 就中国足球过去 常有这个毛病 是不是纯心要做掉这个 干马槽啊 有这个阴谋论 但我不太相信 但你看过去十几年的国足啊 你会发现 他们有个问题 很容易崩盘 但是最近这两场呢 我觉得没错是挨打 但是 起码没崩 就起码你看到他手是手的 也不怎么样 很勉强了 但是他勉强 全靠着守门员 我看是真全靠着守门员 对他很尽力了 我觉得算很不错 还是像意大利嘛 意大利不单是靠着守门员 意大利还有后卫很好 但是你说 我觉得有点这种爱兵必胜的意思吧 你说 别抱希望 你说足球 别抱希望 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来说 对国足啊 关心越少 他的成绩越好 你越抱希望的话 关心则乱 那行 那咱关心一下孙杨 孙杨徐老师有什么评论 孙杨呢 前一段时间就是讲这个 他跟那个教练 那个教练打谈吧 朱志根 你知道这是吧 我最关心这个了 说打得满嘴是血 先打的是赞助商的一个工作人员 在游泳池旁边 朱志根打他 后来孙杨在池子里就不干了 说你怎么打他 然后朱志根呢 就打孙杨 最后呢 把这个赞助商方面的工作人员 打出血了 然后工作人员就抱了警 你说中国这事 就警察来了 说就教练打 然后说发现孙杨的胳膊 也都给打红了 还是怎么着 最后就传出 而且他也承认 这个教练也承认 说以前也曾经打过他 伦敦奥运之前的一个月 也打过他 所以而且他们说 体罚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 这个问题啊 就像中国家长打孩子一样 就是说 说是不行啊 怎么怎么着啊 但是实际上 他们最近有一篇文章 还分析说80后的运动员啊 跟以往的运动员不一样 受力的大 你看以往的运动员 接受采访的时候 老是说我们 我们怎么怎么样 从80后开始这一番啊 拿了冠军的 都是我 我 那么出现很多个这个矛盾 你比如说有的时候 全队 但是你看 他又跟商业结合起来 全队要求穿某一个运动服务品牌 赞助商的衣服 结果呢 那可能 其中有一个冠军 他就穿他的这个赞助商的衣服 两项等等 就会出现这方面的一些个矛盾 所以他体态内部也有人讲啊 说这个东西吧 就是现在年代也在变化 过去在某个小的文化 文化氛围里 那种文化氛围里 说这教练一脚 把运动员踹池子里 这算什么 就是这就跟当爹子 啪打孩子一下一样 也只有这样才能练得出来 但是现在呢 好像情况变得很不一样 可是这个东西 我有点怀疑 这不只是中国问题啊 就不是要帮中国这个状况说话 而是要描述 其实东亚或者亚洲 很多地方也都这样 韩国也是 日本也是 日本的话 他们更严重 他们是不是一个教练 打弟子这么简单 是这个师兄 前辈 打后辈 他们那个欺凌 在就欺负那个欺凌 不如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吗 好像前几天 日本还出现运动员 被虐待死吗 对不对 你记不记得这个新闻 就是对社里头 运动这个团队里面 运动社里面的前辈 欺负后辈 把他搞死了 你再说韩国 韩国的这个演艺圈里边 那更是这样啊 就是要求韩国艺人 说实在的 那天他们还在讲 说这个 你发现没有 这个艺人呢 你这个 往往是出身贫贱 是吧 吃不饱 穿不暖 然后要去当明星 结果真当了明星之后呢 你发现呢 他还是吃不饱 穿不暖 因为他要保持身材 对 他减肥 对 然后呢 他要这样 可是啊 你就看肌肉的程度 大陆的这几个帅哥 说是练的都算 就像黄小明什么 都说已经为了练成什么样 但是他们讲你仔细看 这个肌肉线条 大陆的练不过香港 香港的练不过韩国 香港你看刘德华 郭富城 这都保持的 对吧 但是你像韩国 他们出了名有什么意思 真是 又回到吃不饱 吃又不能吃 朋友不能乱交 真是真是没什么意思 回到讲刚才打 我在发现 这个其实也是个世界现象 那个是不是费个身吧 不是有一次鞋也丢到 那个贝克哈姆的嘴边吗 他这个体育里边 就是这种爱徒啊 言诗啊 那种关系啊 就是你讲 他超越一般的社会的契约关系 他有点赋 最近那个巴斯洛纳前两年的教育 对 瓜帅去了这个 刚刚拿了欧冠的白人 白人姆尼黑 白人姆尼黑最近一场输给东东 下来 瓜帅就一个耳光打到那个运动员身上 那个运动员是他从巴斯洛纳带去 带去的爱徒 没听说那个运动员有什么抱怨 他当然这种打 他打也打得很小 就啪啪 对 就是这样 当然了 你如果常规的来说 你手打在脸上 都是侮辱性的 可是这个人际关系不一样 对不对 最后人家拍出来 事后也没有说 就是 这个里面就很复杂 回到孙杨这个 看他哭这个来讲 他那场 由我全程都看 我半夜 我看得很仔细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喜欢看游泳比赛 两年前在上海比赛的话 我几乎常常都去 我到现场去 到现场 很难得在上海 跳到吃 我比较遗憾的是 上海那个体育馆 虽然修得很好 可是他的背景不好 他没有对着上海很漂亮的 就是他对着黄浦江 可是他太低 他拍出来的是一段工厂 所以他每次跳水 你像巴塞隆纳那个跳水 就是巴塞隆纳那个 那个大教堂 圣家大教堂 那这是把整个城市的美丽 一次一次的显示 对不对 我提外话了 但说完了提外话就要去广告了 枪枪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四特东方运黄牌大放送 当祖国沦陷 他们流亡中国和国共联手抗日 当中国内战 他们为中共夺取政权 立下汗马功劳 当民族领袖征兆 他们又成为同一战争主力军 他们承载着中朝两国的热血情谊 也隐藏着大时代小人物的心酸 异国中魂 解放军朝鲜师的前世今生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鲜活的黄山》 清香典雅 清花焚酒 孙元那天四百米自由泳的时候 其实他没有对手 他一早就拉开了 他的对手就是世界纪录 他大部分的时候都在世界纪录这条线上 这个世界纪录是两年前 有一个什么比尔德曼 我忘了他名字了 他是穿那种快速永运创造的 所以我一直期望他游出世界纪录 他那最后一层差了一点 没想到他下来哭 哭呢真是要理解他这个 就是跟教练的关系 而且他现在是一个关键的case 就关键的案件 就是中国体育的一国两制 中国体育的一国两制 你知道大部分都是举国体制 但是少数明星李娜 姚明 包括刘翔 那就是明星制 明星制他就是主 他就赚大量的钱 像刘翔那个时候 他一个人的赞助 抵整个田径的这个组织 所以他用这种方法来协调 孙杨呢现在呢 整个训练系统还在举国体制 但是他赞助上 已经把他纳入了一个明星制了 他是奥运会以后 你看看他有多少广告 叶思文也没有那么多的 其他的很多金牌运动员 没有的孙杨到处是孙杨的广告 那么多的广告进来 现在举国体制还要压他说 不准谈恋爱了 晚上一定要回来了 然后要写检查了 还要服从对立的纪律了 这个你想你作为孙杨 你也受不了 我的医生父母是谁嘛 我不是你了嘛 我只要游出来就行了嘛 孙杨的逻辑就这样 但是目前他又没有脱离 举国体制 将来一个一个孙杨的case 一个一个会上来 如果这样子慢慢下去呢 我们的体制呢 就变成是一个为市场的体育明星 的一个训练学校 但是这样子也有人这么讲过 将来会不会变成这样 但是这坏是坏事吗 也不一定是坏事 可能阻挡不了 对而且这你就很简单嘛 你整个体制变成一个服务 就服务整个社会 服务整个市场 我不断的选拔人才训练人才 这人才到了最后 在赛场上见真章 这其实是看大家收不收获 大家收获了 那他就出去嘛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 我自己觉得没什么不好 我觉得这个一国两制啊 听说还不是邓小平最早提出的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啊 这个一国两制这个事情啊 真的是深刻到底了 因为它不光指的是跟香港的关系 就我听你刚才说 我就联想到啊 生活在中国的 现在的几乎每一个人 包括我们在内 身体里都有个一国两制 都有一个啊 就是说 你又在一个体制里面 可是呢 外面又有一个大的市场 这两个啊 你的这个游戏规则又不一样 然后呢 几乎每一个有单位的中国人 内心都有这样的撕裂 他都要在这个违规 犯规 利用规则和这个规则的冲突之间 挣扎 这个里面啊 你比如说啊 家长 所以说我就说某种程度的这个家长制啊 其实啊 也不见得纯粹是东方的 可能是世界性的这种体育训练 这教练和这个 你都有一些这个 这个这个痕迹 但是没有在中国啊 他有个 他你你比如说像你说的日本的教练 也许是韩国的什么经纪人 他这个之间 他就是他们 之间的东西 传统啊 韩规啊 这样一些东西 但在中国还有一个特别的体制性的 一国两制 就是你比方说 你在你这个样的这个机制之内 这个人 说说白了 跟我们电视台的道理 实际是一样的 这人在外边已经值一个亿了 可是这边这家家庭呢 才能给他一百万 好 你还80%的努力 要为这个一百万做事 然后你还得听我的 你得按照我们这办 我们这呢 还得讲究个这个一碗水端平啊 除了你这个运动员 还有别的运动员呢 我要哪怕你有成绩 我特别优待你 其他人不高兴啊 我发现你一说这个道理 每一个有单位的中国人 都能明白 他能说当初让你出成绩 是我们排你上去的 要是不排你上去的话 给文道上去的话 他说不定今天变成上亿了 他内部有这么多的 乒乓团体项目 就很多这样 你讲的就是 我最近也老思考一个这个问题 文道 你作为香港人哈 你可以回答一下 我有时候 因为我们中国人是讲恩义的 对吧 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在生活里啊 早最近老是碰到这种矛盾 就是说 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模型 就可以用来说 你在某一个单位里 那么我培养你 对吧 你好比孙杨 没有我 你连走上这条道路都不可能 说的是啊 那么但是这种啊 这个这种恩情 这种恩情 那你干脑同地 从某种 照中国人的这个说来说 受人滴水之恩 当作涌泉相报 没有这个老板看中你 你到死你也还不清 但是但是问题在于 现在市场又有另一套机制 这到底该怎么 我举个例子在香港的情况下 比如在香港 我以前做电台的时候 我们签一些年轻人做DJ 对 或者是说你看香港的无线电视台 他签一个合约议员啊 这个薪水都很低的 他白讲 就当年我们签新人的时候 我们也跟他讲了 我们现在薪水不高 但是我们会怎么样跟他说呢 我们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培养你 训练你 然后你慢慢做 你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这个公司呢 电台也好 电视台也好 它是个什么 我们说它叫做一个平台 平台是一个让你有曝光的机会 而且是持续曝光的机会 建立形象的机会 当你利用好这个平台之后 你能挣多少钱呢 就你的事了 就你不要 我们这个地方是给一个基本保障 你不要以为进来电视台 当演员就赚大钱了 赚大钱是你在这上头又干什么 那这样的一个体制呢 我说的还不仅如此 我想说明的是说 这时候呢 我们就等于呢 双方都非常清楚 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 就假如有一天 我们有个DJ 或者有个议员 他红透半边天了 到时候 他如果说要走 完全没问题 因为一开始讲好 就等于说 你已经找到你自己平台 OK那拜拜 但假如也有人会这样子 他会考虑说 我今天在外面做广告 做什么 我赚很多钱 但是我赚这么多钱的根底 是一位电视剧 我一记 起码有一个剧 我要演出 那这个不能够放弃 虽然这个钱不高 但这个就是一开始 我们讲的平台 他有他的盘算 对 他有他的盘算 所以双方都是经过盘算 谈出来的 没有人会有抱怨 我说的还有另一种情况 就是从这次一个澳大利亚 就过去这个孙杨的教练 他说的话引起 咱们就广告之后可以说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八月完全时尚所测 焦点车行速报 深入技术扑析 车谈大事为你一一解读 尽在完全时尚所测 车元素 星期五晚上 凤凰卫视中安排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雅居乐海南清水湾 这回训练过孙杨的澳洲的 一个教练 有些话像是给朱志根说的 感觉有点这个惺惺相惜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种什么心理 就是说孩子大了 早晚有一天会离开你 或者说翅膀硬了就飞了 你看过去中国的老单位里 就是谴责有些个 他们认为是白眼狼 是吧 我们就把你培养这么大 你现在翅膀硬了 你就要单飞了吗 可是你仔细想想啊 这种谴责呀 真的是很有道理 他翅膀硬了 当然就要飞了 这里边就关联到一个 就是说 我这个体制把你培养出来 但是也许有一天 你要像李娜一样 对吧 甚至你最后发展 其实最后像外国真正的发展 就一个明星 他就是一个团队啊 一个团队去经营他 去伺候他去 去服务于他 他才能发挥出他最大的价值 可是那个时候啊 这里边有一个难舍难分 你就翅膀硬了 我们这呢 我们这就就就就就 就培养出这么一人 我们就白培养了吗 就关键这个所有的疑惑 还是一个情理不分 在我看来 在理上呢 是不欠的 你当初培养我 也是为了你的利益 因为你觉得我最能出成绩 你你明白 你也不是说为了我个人 如果说你是为了照顾我个人 那你当初培养就错了 你也不是希望功成 你你你就是 你是认为我最能拿冠军 我最能拿金牌 你才培养这个运动员 所以从道理上 不欠的 欠的是情 是恩情 就是说你你师父 你对不对 你这个叫姓孙的教练 跟刘翔的这种关系 对不对 我觉得情理分开就好办了 有理的事情 无法阻挡的 现在整个中国的大学系统 北大清华 都在为美国的大学 廉价创造条件培养 最出色的都去留学了 有的系 80%的人出来都去留学了 我们严格说都是在帮他培养 但是你没办法 你只能长远的看 只要是中国人 他在世界上哪里觉得好的东西 都对中国有利 最后可以竞选美国总统吗 最后都对中国有利 所以他在美国生 他个人可以感谢这个老师 但是你学校 他们一度也说要赔钱 但现在的问题是更复杂的是 朱教练他们从专业的角度 为什么孙杨这是哭呢 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 像他现在这样 就不是一个好运动员了 像现在他连续多少天不训练 就这样高调谈恋爱 他认为会毁了一个运动员 所以他这次拿个金牌一哭 就等于证明说我还没毁 但他们教练也说呀 说这个他不是这个好的状态 没破世界纪录 但我觉得这其实不是自己的态度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